屏東市冥想路一間刺青店在二十九號的清晨四點多 遭人縱火造成了一死一傷的悲劇 而嫌犯現在落網 涉嫌縱火的許姓嫌犯被警方壓著走進警察局 準備要進行偵訊 根據了解這名許姓嫌犯 當時疑似往刺青店前的機車 潑灑汽油之後點火引燃 犯案之後呢就逃逸 而警方以車追人 在今天下午的兩點多逮到嫌犯 初步了解 雙方疑似有消費糾紛 因而結下梁子 目前警方還在進一步的偵訊 要儘快讓案情水落石出